對 因為他的發揮到底好不好 老實講我還真不清楚 我剛看了一下就大大的 我在想到底有哪一張是新卡 哪一張是新卡是不是 那個九費的四十二嘲諷龍 九費的瞌睡龍 愛困龍 三費的那個新的掌水晶他沒放 他還是一樣用那個 翠玉 翠玉掌 對 然後還有就是 沒有 因為是 通常是把啟動換成那個 把啟動換成什麼 三費的那個死生成長 對 那他就只有多兩個龍 我看到Navi OOT這邊是快功德 還蠻奇特的 他應該是選擇一個 偏快的陣容 不知道是不是跟Napa一樣 最後是 也是一個大大牌 你剛剛說他是得賊什麼 得賊木 對 得賊木 對 得賊木 然後還有一個 應該是法吧 這樣猜我應該覺得是法 可能是秘密法 對 秘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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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秘密法 你說你怕講另外一個 對對對 剛剛聊天室已經在那個受不了了 受不了 強調一下 要 他們會受不了 他們會受不了啊 對不對 實況 我們現在實況了 那你要繼續 對啊 你要 讓他們繼續再刷 所以你要講 讓他們繼續刷 對對對 這是什麼的心態 一個互動的心態 喔 跟他們互動 是不是 對對對 這是一個互動的心態 你們又要刷我偏要講 這樣是不是 對對對 喔 你說什麼 所以是什麼法 所以是 秘密法 秘密法 可以可以可以 想掉想掉 差點才被掉出來 這個 瘋狗的 這一次改版之後 有多 新的這張 113的野獸嗎 嗯 對 然後 這張好像是被評為 五分的卡片 你說滿分 十分 五分嗎 滿分五分 滿分五分 五分的卡片 被評為五分的卡片 因為 他就說 再超過就過分了 其實沒道理 這沒道理 能給第一分 一費 本來 13 對所以我覺得可以給四分 我覺得不能給五分 因為 他們說可能 呃 你變二三嘛 或是 一四或什麼 這就超標體質 就過分了 所以就只能是113嘛 可是我覺得他還是可以有一些 呃 效果啊 沒有你知道為什麼是五分嗎 為什麼是五分 他是野獸嗎 他是野獸啊 那就是五分了 野獸就算是一個效果 對 再多一些效果不行 我記得有另外一張卡 111 有牙齒的 有一張卡 對 他還不是野獸 對對對 那張卡就 呃 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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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會看到其實 呃 ent這邊是 大 大大 號召戰啊 都可以 大大號召戰 可以叫號召戰 呃 我看一下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帶那個DK 因為我今天找 我今天 早點試了一下 我發現DK其實不怎麼好用 就是他只能 對對對 他只能發揮他天生器的效果 其實武器 因為你六費 六費那兩張有那個 疊盾的那個兩個法術有 大概一半以上的機率會抽到武器 所以武器其實不缺的 然後 我把它換成了848飛龍喔 因為 呃 第一點是飛龍可以配成魚洛艷 我覺得這個 這combo再解掉任何的 呃 不管是中期還是前期的神武 都非常好用 你原本沒有放飛龍 對我原本沒有放飛龍 因為原本他們出來的卡組 就沒有放飛龍 就沒有放飛龍嗎 為什麼我那個有放 那有放嗎 我的沒放 我的沒放 ent這個還有放那個 924是嗎 924 924 就是他 我看他那個最左邊那一張 嗯 924 對 就是號召一個龍 924 9會不是只有三張 一張一色啦 然後兩張那個 瞌睡龍 有一張是號召龍類的 你知道嗎 我這張印的跟你這張不一樣嗎 不一樣嗎 我這張印的就三張 三張龍啊 呃 這不是瞌睡龍啊 不是 這是瞌睡龍嗎 他沒有放瞌睡龍 他沒有放瞌睡龍 他沒有放瞌睡龍是不是 對好像是這樣 喔 因為我那個版本是有放瞌睡龍的 呃 因為卡圖不一樣嘛 對你可以看 最左邊那一張 欸 張卡我沒用過 我覺得你好不傳業喔 沒有張卡我沒用過 你沒用過是不是 我沒用過 對對對 我滿 因為 他這樣子 那張卡是什麼效果呢 就號召一個龍類啊 號召一個龍類 對 號召一個龍類 那 他有什麼其他的龍類 伊瑟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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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十一 對 然後八四八 八四八 喔 多一個號召的手段 對 你剛剛有嘲諷嗎 沒嘲諷 沒有沒有 這樣 就我覺得放 艾困龍好像還是比較好 對因為我印象中都是放艾困龍的 所以我剛剛就把他 我剛剛沒有看到那個場面 我看到那個 他是九飛就直接把他當艾困龍 對啊應該 不知道欸 他 我自己是覺得應該艾困龍比較好 艾困龍不管是打到快攻還是控制 其實 有多一個嘲諷 因為前期其實 像這場一樣就是 前期 戰士很容易受到很多的傷害 所以還是需要一些嘲諷 像我會放八四八就是因為 嘲諷不夠多 嗯 嘲諷不夠多 我甚至還想要放第二張 因為我飛龍只有放一張而已 我是放兩張欸 我是放一張而已 因為我最後是覺得 其實號召戰的生物 可以再多一點 因為他沒有復活手段 對沒有復活手段 對只是你又不能放太多 因為放太多 就變成你可能會卡牌 會卡牌 對 所以前面的東西都不能放 都不能 都不能 都不能那個換掉 嗯 像鬥歐啊 或者是 沈於落葉 炫復斬 這種 斬殺都不能動他 好 這邊 Ant決定 全 全部都交掉 因為他哪怕 留一隻怪 配咆哮 他可能就會死了 但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會不會 考慮 法律是可以交 鬥歐 喔不行 他還要想活體法力嗎 嗯 對 我想說好像可以交鬥歐就好 不過他這樣比較好 因為我原本想說六費 呃 七費還可以配合那個六費去做一個結場 欸 這張是 號召 那這邊 這邊 疊頓跟號召比起來 應該是疊頓吧 還是要直接鬥歐 鬥歐壓一個 也可以 我覺得鬥歐疊頓也可以 鬥歐疊頓 鬥歐疊頓322 衝後跑效有死 因為接下來八費你也不怕火體法力 鬥歐疊頓衝後跑效有死嗎 有有死欸 那號召 那是 欸 不管活哪一隻都是 那號召的話 他的嘲諷是不是有 只有 只有巫妖王而已 還有什麼 呃 第二張飛龍 就這樣 第二張飛龍就這樣 那不行 那只能打鬥歐啦 因為號召大概率會遭到 不是超風格怪 所以只能 只能打鬥歐了吧 他這個 你只看圖片你看得出來 他六費那個是15噸還是什麼 我看不出來 還是是武器啊 如果是15噸的話 他應該不用去想吧 應該秒暗了 哦 是武 武傷 欸 武傷 怎麼樣 欸 10滴的話 4加 6 一樣一樣 跑效就是死了 那可惜沒有超過跑效的話 那 等一下飛龍一下 應該是就沒辦法解掉飛龍 他有放破法者之類的 我沒有看 我沒有牠的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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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 呃 對 這邊下飛龍 應該就已經沒有解了吧 欸 但他還在拜拜 我剛看到 看到納米歐一做一個拜拜的手勢 那不是在想而已嗎 在思考而已 對 我想說 他還有機會是不是 有 這邊 進 進這個588 應該還是有機會 他剛進 咆哮還是贏了 是不是 因為他 對 進咆哮還是贏 那還是拜一下 對 那這邊就是 你會想要 嗯 先 先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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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對 因為會剩1嘛 就你下一層天生技 可以把這個飛龍解掉 我後來是會想換 嗯 因為受傷的手下 對戰士來說 是有成於若彥的 嗯 我覺得好像可以先敲 嗯 兩層都敲掉了 這樣是一個 就是在斬殺線嘛 就是 下一回合我只要天生技加 如果你沒有下嘲諷的話 你沒有下嘲諷的話 我就可以天生技解掉4E 然後588 打到頭就贏了 對 那這邊 這邊他可能要丟 呃 地獄猴去硬解 我覺得可能要丟地獄猴硬解 那這樣還有抽 還有一抽咆哮的機會 就一樣都是咆哮啊 對啊 沒有 那這個是不是要 你說劇毒嗎 還是嘲諷 劇毒啊 呃 為何 因為嘲諷好像沒什麼意義 劇毒 嘲諷沒什麼意義喔 嘲諷可以擋住10E啊 為什麼會沒1 擋住什麼 就 這個地獄猴啊 喔 地獄我可以用 可以用天氣接啊 喔你要 要直接接就對了 是不是 對啊對啊 你說 用臉去換掉 因為他疊頓是5D嘛 5D跟4D差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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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 可是我想到 能有差的 灰擊沒差嘛對不對 灰擊沒差 然後 炮箱也沒差 然後 然後他的那個 派奇又出來了 對啊 所以我 我是在想 應該是沒什麼差別 還不如就直接解掉 然後多一個 多個劇毒出來 嗯 說明對手沒有辦法解掉 然後這邊 號召 那這邊就看 那MOT有沒有 揮擊這種卡 再號召 發行 這個叫龍 沒有 那這邊應該就 已經GG了 他還有什麼機會嗎 嗯 我想不太到 我想不太到 就揮擊吧 看看有沒有揮擊吧 如果 就5D 5D什麼東西 能打5D 還是等一下抽到一張瘟疫 那我會嚇一跳 你說死費瘟疫喔 不過不用擔心 他已經抽到那個 那個 那個 格檔 喔 好 被守住了 這算是 鎖血反殺欸 嗯 其實我自己玩那個 號召戰還蠻常遇到這種情況 因為前期真的 壓力很大 會被打很多 很多傷害 通常都是靠 瞌睡龍 要什麼 困 愛困龍 擋住的 就變成說 我們可以看到 END這一套 他 放了兩個924 可是你是 比如說你用一張六倍法術號召 你號召一個24之後 讓那個24再號召 一個比較厲害的龍 那為什麼你不直接把9費那張 改成一個比較厲害的龍 對啊 你可以直接拉那個龍 他可能覺得942不是很強 或者是說他沒想到 不可能 不可能 不會講這個 不會這樣講 不可能 不可能 因為我想說剛改版嘛 主牌比較急促 喔 比較急促一點 比較那個 沒有辦法試那麼多 多場是不是 對 或是他覺得 欸我想要 他想要是一個 試試看別的 別人都用942 我就是用不一樣的 對對對 他希望是一個 42再帶24 我不要那個嘲諷 我要多那個24這樣 對 喔他是術士喔 法德 木德術 Navi是木德術 喔這樣看起來 不過我覺得他應該也是入吧 到現在只有 Ant沒有帶術士 然後也是唯一一個帶獵人 嗯 那MOT 我應該是入術吧 因為他帶了 我覺得他應該是全快 他帶了幾套都偏快 就看他的牧師 牧師是哪一種 也有可能是龍牧啊 龍牧其實不快 對可是 就打到控制套牌 也是夠 就是他的中速也是夠力 這一次增加的 就是龍牧相關的牌子 就只有破木龍而已 感覺就是 又是一個抗快的節奏 喔 只有 只有一張破木龍嗎 就是我覺得這破木龍比較好用 還有324啦 三費那個 對啊對啊 因為我記得在 呃 只有一張破木龍 龍牧不會得到這麼高的評價 還有324 還有324可以去做交換嘛 對對對 但是就是前期的怪沒有 像 之前 之前的版本裡面有 123嘛 然後224 這種前期可以戰場的怪 就是讓龍牧有 有進攻性 現在就沒有這種效果 可是龍牧本身又是一個 就是感覺要去進攻的 進攻的一個職業 所以就 我現在是不太看好龍牧 你現在反而不太看好龍牧 我現在覺得卡札牧不錯 我有看你的實況 你那時候說我看到這張破木龍 我覺得龍牧應該是下一個版本 5分頂點的牌子 想不到你看吧 對不對 你怎麼記得啊 兩日不見 你怎麼記得 我是可以講我這有在看喔 真的喔 你看得很用心欸 重點 我重點有記得啦 我好像的確講過這句話 對對對 怎麼這麼快就改觀 你在想一下你剛剛講的那一般言論 龍牧沒有很強啊 越來越有邏輯了 你看 如果龍牧強的話 卡札龍牧可能是最後一線希望啦 喔 卡札龍牧 對 卡札龍牧 對 卡札龍牧 又記得那時候剛改的時候 就大概也是去年的這段時候 李諾龍牧 也是讓一位選手 在馬來西亞多得冠軍 為他今年起了一個很好的勢頭 你說哪一位呢 積分最高的那一位 然後講著講著 這一場就已經結束了 這場 不過我覺得蠻正常的啦 對 我覺得蠻正常的 快攻得打 大大的 就是你該辦 我不管 對 我就直接那個 12345 你能打我怎麼樣 對對對 對對對 哇 拉米茉莉笑得好開心喔 他覺得太順了吧 太順 其實坦白講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笑這麼開心 好像已經贏了一樣 我剛剛 我記得上一場第一電呼 你先2比0了 你家那個臉也是很嚴肅 很嚴肅 對啊 不知道抓不抓得住這樣 對啊 還是 這邊道理摩依 覺得是已經贏定 欸不過這是一個單 逃的 對單逃的比賽 四邊贏 我想我看一下這個 我們剛剛 DD Hooney贏了之後 他的對手是 第一個Boeing的 贏的人嗎 有大大木嗎 第一個Boeing的是不是 第一個Boe是誰打 Mage跟那個Jucky Chen嘛 對 然後是Mage贏嘛 Mage有大大木嗎 有 喔有大大木是不是 有 有喔確定喔 有有有 我記得 可以看一下 我記得我記得 對啊那這樣子我覺得 有阿有阿 那 那 那DD Hooney好像蠻有機會的 就畢竟他的賊還是有一個 有一關可以過 對啊 可以過到那個大大木 那你要其他兩副能過大大木才行 其他一副先贏其他的牌組 呃 對 就是Mage的配牌跟 呃 Naba好像是蠻像的嘛 這邊Ant也笑得很開心 不知道 呃 因為我們兩個都有比賽的經驗嘛 對不對 你在比賽的時候你是能夠笑出來的嗎 呃邀請賽不好說 喔邀請賽不好說 對 不過應該還是大部分都還是比較認識 我其實通常都會笑 喔 對因為 不希望 嘴上在笑心理賽那個是 對對對 不要表現出來 喔 那麼那麼鬱悶這樣 畢竟有直播 是不是 畢竟有直播 散播換了散播 我沒有講直播了怎麼辦 畢竟有實況 有實況 有實況 喔這直播不行嗎 直播不行欸 喔直播不行 他們說直播不行 直播也不行 對 一定要講實況 要實況 畢竟有轉播啦 轉播 轉播可以 好這個 控制速打 反而是控制速 打大大的 理論上一個大大的開大吧 對 因為 太 如果水晶長得正常的話 這是有放 飛龍 因為大部分的 我們今天看到的術士 其實都沒有放飛龍 都沒有放飛龍 這是比較 我覺得飛龍跟巨人是比較少見 他有放巨人嗎 他有放巨人嗎 你剛剛是不是想要找 我們沒有他的牌 我在想他有沒有放巨人 因為 我自己是玩卡閘的嘛 對 所以我是都有放 卡閘各放一掌 各放一掌 對 這種純的 知道 打慢的時候就留那些 打快了就不要留 這樣 對 OK 好 這邊繼續長 不知不覺已經來到死費了 來 來到下一等可以救費 下等8費 對對對 那 就我在想他是不是應該下一等 直接新兵 然後打出這張924 呃 他 欸他自己的大大的 喔對啊 應該有放什麼龍龍之類的 對都有放 嗯 那就直接打沒有什麼問題啊 反正有一張8480在手上的 他是放兩張嗎 呃 主要是因為你幸運幣接 昆恩 其實是沒有辦法再打一個 就其他可以打8 然後幸運幣10接9 也可以 也可以 我現在看起來 是沒有辦法幸運幣10接10 OK 對 所以這邊其實 欸好像先丟 先丟8好像也不錯 嗯 而且還可以補一波血量嘛 對不對 欸 欸 不行不行不行 喔 什麼意思 補一波血量 對我剛剛想 可以虛運幣10接9 那就沒有費用出那個1了 剛剛想要不就沒有 喔也是這個意思 我以為是說丟飛龍出來 可以坦兩下飛龍傷害 算是補8D這樣 喔這樣也可以 對 算是有扛住啊 就等於這一回合 又多撐一回合 對 對啊下一回合 他那個924 大概率會拉到 比較強的龍 對手 對手好像沒有辦法用生物以外的方法解掉這隻飛龍是嗎 呃 4加1 不行 對 不行 不過我看的那張很有趣的 是五費這張 莫之宅二啊 嗯 對啊應該 不過好像 湊不出那個 湊不出那個 湊不出那個1 5加1 也沒辦法 只能打3D而已 對 嗯 那還是只能用兩隻去撞 嗯 然後乖乖鋪場吧 呃 就下個5加1之類的吧 就是盡量去鋪場 然後盡量先把手上的惡魔出掉 因為已經有DK了 大概就是這樣 他在想了很久 所以應該有其他的選擇 呃 因為他應該是記得 記得對面的幸運幣還在啦 所以他知道下一層就是 嗯 喔他就為下一層做準備 對對對 如果等一下他不管是丟了 呃 終極瘟疫啊 或是亞莎拉去 我應該怎麼打會比較好 他沒有要解他 他沒有要解他 他沒有要解這個飛龍 嗯 我還在想 是因為下一回合要打5加1嗎 5加1 對啊 因為他 嗯 那個飛龍會撞一下13嘛 嗯 然後就可以 512這樣是不是 嗯 欸不對 5 51啦 嗯 就是 對啊對啊 就5加2或5加1啊 就他撞 他撞那個113剩6血嘛 然後用飛龍撞一下剩2血 然後用飛龍撞一下剩2血 這就末日齋惡 不過末日齋惡跟DK是有 有機會 你知道 自殺的 對對對 所以我從來沒有考慮放 他 他為什麼有創是因為 我還放2張欸 哇有放2張末日齋惡啊 欸新卡裡面有什麼惡魔特別強的嗎 就就 有多惡魔啦 但是沒有 呃224也算特別強啊 444 然後有機會變477嘲諷 對 也算特別強 對 可是 這都沒有辦法去避免掉 你只要拉了一個無罩藥劑石 在變DK之後就會直接死 還是還是有改 我不太確定 我不知道這個有沒有改 應該是沒有改吧 因為後來進化是不會 不會扣 他放2張放那麼多 你相信是有試過覺得好用吧 呃或者是已經改了 但是我沒有follow到 對 因為後來就是一開始自殺過一次之後 我就 再也沒有想到這張卡 我無罩藥劑石 還蠻強的欸 嗯 叫的還行 哇又抽到一張龍了 那是不是剩 伊瑟拉跟88了 還有其他龍嗎 沒有 沒有 他應該就只擺大的那幾台 就打大的那幾隻 對大的那幾隻而已 可是其實下一層就進 對方扭曲續攻的那個節奏了 所以這一層他是考 他是不是在考慮扭曲續攻的問題 所以 沒有要下 這麼多隻怪 我想是不是可以直接打死了 反正 大的怪是不是都在手上 可以嗎 可以直接打死嗎 你說直接打坑恩還是直接打瘟疫 坑恩 坑恩加瘟疫啊 我覺得他 他沒有 他想要讓牙莎去拉怪 哦 哦 他是這樣打 就是 反正就丟一個 等於這一層是下空的嘛 嗯 然後 就下一隻空 對 怪不要太多 然後把 那個 血量先拿起來 原來放這個 放這張920還有 這整 這個缺點啊 你說被 那個 牙莎去拉出來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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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時想不到 他 他哪裡有比 是 艾棍龍好 艾棍龍強 也是 想多抽牌 是不是 那他就打 哦 他要 他沒有要 沒有要解這個七星 那其實我覺得 德魯伊有點危險 因為德魯伊 他如果一直防對方的扭矩虛空 我不知道現在 因為我們沒有 沒有卡組 不知道對方有沒有扭矩虛空 如果有的話 其實我覺得 那個 德魯伊其實蠻安逸 現在這樣也還難 現在這樣 我不知道 因為我們是看到了 術士的手上是長成這樣 哦 對不對 如果現在術士手上是有 洪西 然後又有種去虛空 那我覺得是不一定 因為有 有很多補血的 補血的手段 所以只要撐住了就可以 他的兩張末日在這叫出來 其實都蠻好的 真的 一次叫六六 一次叫了這個嘲諷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無罩已經改了 不然我回去也想放放開 下一回合可以直接按DK咧 這邊3加1都打了吧 他在想他的 他的惡魔死了幾隻 我想一下 死了一隻六六 沒有六六 然後這個38如果死了 然後還有45 應該沒有超過七隻 沒有超過七隻 應該是沒有超過七隻 我現在回憶起來沒有 但基本上 呃 台面也算夠強啦 就是38 嘲諷45 跟66 66這樣就夠了 其實這樣就夠了 呃 基本啦 基本 呃 呃 這邊 這邊 這邊其實那個 ent 死亡之一 在手上是比較虧一點的 沒有辦法用拉的把它拉出來 這邊 這邊有點難耶 不過 看著那張924 從頭到尾在那邊 真的啊 真的不知道在幹嘛 嗯 是不是 他還是選擇出這隻 那 把龍王 把他出來是不是 嗯 拉龍王 拉伊瑟 放伊瑟拉 沒有 沒有沒有放伊瑟拉 對沒有 喔 他把伊瑟拉的位置 等一下就放924 呃 呃 大大的很少在放伊瑟拉的 欸 這是幹嘛 我想說 欸 奇怪 你說怎麼會殘血是不是 還是什麼 沒有他是不是有打錯 就是他應該不用那個 還是他應該先撞 他那剛剛是113 是不是應該先撞 然後再 再用DK 這樣會多一隻113 是嗎 不知道 因為他剛剛我記得 我印象中 他有一隻 有一隻虛空行者 是最後才撞 喔好像是 嗯 還是他 他算他的那個 他那個惡魔已經超過7隻了 不確定 那應該應該差異不大 那這邊 這邊德魯魚就有點難打了喔 這邊德魯魚 要怎麼反場啊 多一個113 也只是讓那個 嗯 散播瘟疫再多成就 嗯 這邊是不是 先鋪 鋪一波嘲諷 然後下一回合再鋪 那個 六費瘟疫 然後再用 飛然後 結場 你說 下一層 散播瘟疫 然後呢 然後再下一回合 用費用結場 喔我想說你下一層 這麼多費 是不是 這麼多費 對 而且 你這一層有清場 我跟你講 理論上下一層散播瘟疫應該 應該就夠了 對啊對啊 你這一層變身啦 所以有多兩個E5 然後你又解一下場 下一層應該很難散播瘟疫到一個很VALUE的檯面 感覺這一把 應該 應該差不多了是不是 沒有啦 來看我覺得有紅器還有機會喔 沒有 結束啦 喔已經死了是不是 喔對對對 天生技變三弓啦 對 我忘了 我很常忘記 我很常忘記變身之後的那個 德魯伊的 你說 變身之後變三弓 對對對 我很常忘記 因為我剛剛一直在想的事情 這個術師要怎麼贏 你在想 要怎麼把那個 對對對 要怎麼把對手的那個 怪全部解掉 嗯 我想下一回合抽紅希有沒有機會這樣 沒有主要是 嗯 我們不知道他到底放了什麼啦 喔 不知道他有什麼怪 不知道是我們幫他到底放了什麼 不知道他有什麼牌 所以最後剩這個零分裂嗎 剩零分裂 對 零分裂 零分裂打 數四 喔好像 好像很好打欸 呃 光 想的覺得好像還不錯啦 這樣光想的 自命射擊是兩張吧 欸 我是放兩張 但他只有放一張 他只有放一張 然後他有放那個一費的吧 欸 你說哪一個 那 弓箭嗎 不是 蠟燭弓嗎 就是可以練一血的 喔 獵人印記喔 我有放 他沒放 但他有放 他有放一個這個 這個什麼 照明彈 對 照明彈好像都會有放一張啊 嗯 可是 其實只有打 法師有用 我後來就換掉 就是我只有 呃 在玩的那個時候 一直遇到秘密法的時候 才有用 對啊 因為天梯很多秘密法 那他要怎麼解大怪 他解大怪的偏少欸 自命射擊就有一張 然後又沒放獵人印記 照明彈也可以打內戰啦 對 嗯 對啊 就 因為我後來發現 那個 那叫什麼 野性呼喚 對 野性呼喚其實兩張有點重 其實放一張就好 放一張放一張 然後拿去改一些 我看到版本就放一張喔 印記我也只有放一張 喔這 金卡的來我身邊 我好像看到你在跑步的感覺 什麼 我在跑步的感覺 喔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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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體離體離體 喔 我還以為你要接什麼 這個 這個金卡 我還以為你要接什麼 接得好 接得好 漂亮 好來看這個 這對決我覺得應該 應該是獵人 比較 你獵人該大嗎 對獵人優勢應該蠻大的 嗯 唉唷 哇 為什麼 我不知道 而且他這個數字 還有放一費這個補血欸 欸其實我不太能理解 就是 如果他已知對手是零分裂的話 惡費大概率會有爆炸 對不對有爆炸陷阱嗎 嗯 然後會有一個 惡費秘密 就是你打他 就是會轉 轉移目標嘛 一個叫一個三費關 對對對 說真的那個內傷秘密也是上下線蠻高的 不過標準還是有三三 但三三基本上就是可以換掉一二費的生物 對對對 那三費 那三費 欸我記得有一次 我被一個武功怪攻擊 結果剛好叫魔爆龍蛋 真的喔 就變成我台灣多一個五五的 喔 然後我有一次打別人家跑一個大劍士 那你運氣算不錯欸 我覺得還好 因為我下一陣打過之後他就變大劍士了 變一個四七 很好啊 對 都是跟著進啊 嗯 好這邊 這個可以 可以拔一下 這是不是可以蓋冰洞 因為你如果用四費 是不是下午還是要跟他換 終於下午有抽到武器啊 我在想 或者是他 欸 喔那只能打生物嗎 我是想說 他還可以用法術解啦 喔對啊 這只能打生物而已 喔對阿 這只能打生物而已 不過法術解好虧喔 感覺用擊殺抓在這個 這個交友上面就有點虧 嗯 那四費 就是打 就借吧 就借吧 對啊 喔 賭了四二 看他這邊有沒有要咬掉 哇那 難道這個末日齋爾 是來counter這個 三四二的嗎 呃應該不是 多綠了 多綠了 我以為你想那麼遠了 對想太遠了 真的很強很強 那這邊應該就是打一個末日齋爾 對 其實這改版 說不定要去算一下 末日齋爾叫到好的機率是變得很高 應該是 喔喔喔 欸 這隻好像怪怪的 不是因為 也不用說有沒有變很高 因為新加入的 這次加的惡魔都不差 喔都不差 對 所以一定是變高啊 嗯 不過他好像都叫得還不錯耶 好像偏很好 太好了 都是直接超過五費的價值的感覺 對啊 是 剛剛有一張是438嘛 可是38嘲諷也是一個超過五費的價值的感覺 對啊 我 什麼都沒有叫做什麼01啊 什麼的 什麼的 1 1啊 他在想要不要打 欸 如果是冰凍的話 當然我是以他的視角啦 如果是冰凍的話 冰凍就不要打 就是11費耶 就再也丟不出去 對 不過這張卡在這個牌應該也用不到他的那個效果啦 還是他也有放503 蛤 不知道啊 結果他看不到啊 有放503 不過他組這麼小感覺應該沒有 應該是沒有 應該是沒有 503感覺不太需要 而且 末日宅爾是 要用過之後才能叫 才能叫那個啊 惡魔 感覺應該不是 嗯 這邊其實速勢有點小危險 因為 在 他的 他的手牌 好像解不掉場上這兩隻怪 不過抽到了紅西 也是抽得不錯 先解掉一隻嘛 然後看可不可以撐到九費 嗯 其實撐到九費 數字好像就 彈住了 哇這個四費的不能打 不能打英雄好難受 呃 可以打 打臉的話會不會太強啦 可以打自己的喔 不行吧 也不能打自己的 只能打手下吧 還有可以 可以打自己臉 我說打自己的手下 哦 對啊對啊可以啊 所以他才是亮的啊 對啊對啊對啊我剛才想說是亮的 為什麼不能打 這邊 MT最想抽到的應該是 七費武器吧 呃可以馬上 馬上補 把手牌全部補滿 補八張 對啊 那個 我每次都忘記 野心胡環 野心胡環也可以 可以 最後有三張牌可以抽 其他牌 應該都 不好了 都不會贏了 因為馬上就要進入那個 控制速比較強的九費回合了 因為那個速是九費的新卡 呃比較 其實我覺得那樣也沒有到 就比較煩啦 因為他也不是 嗯 對 他也不是 我覺得他打快攻很強 對打快攻很強 他不是說打人特別痛啊 或是馬上 是真的很爐 嗯 然後在DK之後 基本上你的檯面就是 真的解不掉 解不掉 真的解不掉 嗯我自己 欸 喔對 其實因為那時候 我是一改半的時候 就在玩這個獵人 喔 我突然想到 其實這對局 我好像沒贏過 這對局 對 可是那時候控制速 沒有沒有 就還沒有 是到下午 是早上的時候就開始玩 對我大概玩到中午嘛 然後是下午那個 那個數字突然變超級多 數字變超級多 對對對 我仔細思考一下 我好像沒贏過了 就是939出來之後 我好像沒贏過 嗯 對因為清不完 對對對 這邊 應該也只能扭曲虛攻 還是有別的打法比較好 欸 丟7會死吧 丟7 算9滴喔 很容易死欸 很容易死欸 對啊可是 欸沒有他有1費那個可以補血嘛 他的1費那個好像是補血 嗯 只是這樣變成你 你跟打 丟一個扭曲好像沒什麼差 因為你還是要把7費那樣燒掉 對啊那不如打 就打扭曲吧 1 他要先補血 12滴耶 偏難死啊 12滴也偏難死 嗯 唉唷 唉唷難道 兩個衝鋒 沒有 這好像不會那個 不會叫相通 不會叫相通 我也是打了很多遍才知道 呵呵呵 哇 怎麼 有沒有擊殺 沒有 擊殺是不是用過一張啊 擊殺用過一張 喔對齁 有一張 有一張用在交友的身上 可惜 那這邊 就沒辦法了 難道 又是跟著緊 又是一個 又是跟著緊 又是一個打滿 是不是 大家都是跟著緊 這讓我想 這個 怎麼樣可以最優勢 就是 三四 三四 天生技這樣 就是 四四加擊殺 打掉 三九 然後 四二打一三 然後 四費再 再解一個一三 可是這樣你就兩 兩隻都剩一血就是了 沒辦法 對啊 就 應該 應該是贏不了 這樣打應該是最好的了 而且這樣 下一回合才有機會贏 欸 他直接抓臉 這是為什麼 他賭對手沒有任何補血手段 是不是 應該是這樣吧 我不知道我覺得有點怪 那邊就DK吧 你覺得有點怪 對 奇怪 也是可以啦 其實也沒錯啦 反正有DK都是頭 都是輸 如果我們這樣想的話 嗯 那其實他這樣打好像也沒什麼問題 就他其實只是想要咬頭而已 但 然後那個 換怪的部分就是 一隻一隻而已 對 那這邊就是GG我要Play了 沒有 沒什麼道理 沒什麼懸念吧 沒什麼懸念 Fuck 有啦 還是可以抽武器 還是有機會 喔 武器 然後他的那個 五費那個 那個 忘記他的名字了 反正就是叫四隻三三那個 他也沒有搭配到啦 這一場他也沒搭配到 對 那個算是 法術列在前 前中期很重要的戰場 前中期很重要的戰場 對 而且他 比較麻煩的是在你蓋秘密的時候 可是你二費蓋秘密 三費蓋秘密的時候 他就一定要在你的手上 嗯 對所以那張騎手 騎手有秘密 加那個五就會一起留 沒有 只有五就會留 看到五就留 看到五就留 對 看到五就留 因為秘密大概都是八到十張 對 所以你就一定是留一個五去等秘密來 等秘密來 OK 打到快攻員是一樣 打到快攻員不一樣 喔 對 不過後手可能還是會留 嗯 後手有幸運幣吧 好 果然又是 那最後一場是 什麼打什麼呢 是 零分裂打 呃 木 木 聖木 牧師 對 不知道是什麼木 應該是卡扎木吧 那怎麼會帶來一個青王賊帶來一個 入宿 然後 你說 帶一個青王賊帶來一個什麼 快攻得 快攻得 青王賊 然後 可是是控制 可是是大大控 控制術 沒有 其實我們不知道他們賊是哪一個啦 對啊 但應該是青王賊 應該是青王賊 應該是青王賊 然後這個木 不知道是不是大大木 如果也是大大木的話 那我覺得 滴滴夫你好像 滿有機會的 滴滴夫 滿有機會怎樣 就是他等於 一路到 冠亞 如果他都贏的話 都會有大大木 這算是你 準備一個 line-up 你最想遇到的事 對 對 就是針對性嘛 針對性的line-up 最想遇到的事 其實我覺得針對性在 就是 八到十六個人的這種比賽 是滿 滿適合用的 而且你還可以 觀察某些 對對對 就是他就是 就是他也 不會去改變他的帶牌 他不會說這一次 控制下一隻快攻 有些人就是 他就 一定就是那樣 一定就是那樣 對對對 不會太會變 好 卡雜木 看起來是這樣 卡雜木 卡雜木的話 法術面應該 我自己 至少比速師好打很多 至少我覺得比速師好打很多 好 喔 這樣子其實可以冰凍 如果 欸對 這樣子其實可以冰凍 這樣一定就是冰凍 對一定就是冰凍 抽到這個五就一定是冰凍 這邊 這邊是牧師的 Key卡已經抽到一張了 這邊 欸他打喔 我覺得 可以就丟螃蟹就好了 嗯 不過 喔他就是想說再丟一次是不是 順便把那個 先把秘密用掉 對 這樣也可以這樣也可以 對 因為如果丟螃蟹的話 會不會拔硬腳弓嗎 其實我覺得好像 不應該打 不應該打 對啊 他不是有那個 另外的秘密嗎 就是變三公 變一個三廢的出來 你說有可能 可是他是 你是 無血啊 斐君是無血啊 我知道無血啊 撞一下 可以抽牌啊 喔 對啊可以馬上抽啊 抽一下 欸這樣好像打是對的 如果 如果是 因為現在的秘密變得有點複雜 嗯 對對對 就變成你 所以爆炸跟那個秘密 那個秘密我看一下喔 因為我的秘密太常提到 我看一下 叫什麼名字 嗯 我記得叫什麼怪獸了 嗯 嗯 遊蕩的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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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喔 所以有三個秘密 有兩個是好的 你就該打 對啊這樣 這樣這樣 盤這個機率就是對的 好 咱們一下卡渣 卡渣 沒有問題 其實我覺得 能剋這個獵人的無非 這個就是有牧師可以 可以剋而已 你說破木龍 破木龍或者是龍水嗎 可是你 你沒有解掉這邊 就很危險 對這邊再接一個這個動物夥伴 好再動物夥伴 再動物動物夥伴 動物動物動物夥伴 動物動物動物夥伴 呃真的 對不對 其實 雖然說 呃是法術烈 其實我看起來它是滿手生物欸 他怎麼有放這個 難道它是你那一副 是卡渣龍蠟對不對 對啊 不錯不錯不錯 不然我怎麼看到了這張 應該是 也是嘛 不然 又沒改版 喔對對對 也是啦 不過我是怕它撐不下去 撐不到第二頭龍來 撐不到第二頭龍來 可以啊 他再抽一張龍水就可以啦 他再抽一張龍水 或是 還有什麼補血嗎 可是你看這邊 還有什麼那個AOE 喔 那個 棋廢那個 心靈尖笑 嗯 對 那個也很好 而且那張可以直接 直接把法術烈的那個 很多牌 直接 就武器跟那個 動物動物夥伴 對 全部都直接 讓他們的那個 失效 失效這樣 因為 六費跟七費 算是真的Counter喔 算是有Counter 可是 但也 你也要活到七費 你要活到七費 對啊 好 第二頭龍 很會抽很會抽 擋一下嗎 先擋一下吧 不擋就沒機會啦 對 因為你擋了 還是可以天生技補頭吧 不用 不用太那個 你想要直接下那個 下廢龍 因為 沒有沒有我想說要不要 打別的 就是四費 什麼的 但我後來想到 下一層可以七加二 而且你 你飛龍先把他清兩滴 好 比較好 武器來了 我感覺好危險 這 這個要砍了吧 這可以砍了 這 要砍要砍 對啊 因為 呃 最低目的是六滴血啊 對啊 還是他覺得 丟 就是綁定丟九 其實也沒什麼問題啦 嗯 沒有 沒有吧 就應該要 比較好 不過他這樣就 還是丟九費吧 對對對 讓那個 欸 我看他可以直接補 他那想要補誰 這邊會補頭還是 對 應該會補生物吧 因為我覺得他有 那個 熱狗寶 萊拉跟光灰元素 其實他是有機會靠 熱狗寶 去補 去補回來了 對對對 而且你這廢輪在 廢輪在 廢輪在場 嗯 獵人也難處理啊 他也才剛才要製射 對 好 怎麼選擇補頭 沒有 因為是在上帝視角 所以才講得出這麼勇氣的選擇 我知道 對 應該還是很猶豫 到底 要不要去補這個廢輪 但這樣子被換掉 其實他還是很危險 這樣應該先刷吧 是要刷了嗎 其實可以刷 刷3D就好了吧 你說就4E就好了 是不是 5 4E啊 刷一張卡 呃 可以欸 可以可以可以 刷一張卡 他要拿什麼 照明彈喔 這應該要拿照明彈吧 拉一隻過來撞掉 補3D 他在想下回合能不能補更多 所以 現在這邊有點危險 他這樣子 當然我是上帝視角看到有第二張野心呼喚 24D應該還是蠻穩的 應該還可以再撐一回合 24D應該還可以再撐一回合 我在想他這邊會不會打 別的啊 不會吧 不會吧 你要打什麼 呃 除了野心呼喚這個選擇之外 把武器 把武器這邊太虧了 不可能這邊把武器 沒有就是DK或 DK放狗 什麼 DK放狗 或是DK 然後蓋秘密 然後 合成 瘋合 這是什麼 防狗 他要打DK了 因為打DK是 因為你還是會想清場 對啊 然後先甩牌 甩完牌之後 再開始防狗 他有放這個 呃 不是 沒幾頭龍啊 沒幾頭龍 該放的都要放一放 不過 我比較訝異的是 他武費是 萊拉跟那個 逆玲瓏人都有放 其實萊拉 因為我覺得武費很多東西 嗯很多東西 對 就是 好像 塞不太下 萊拉 我是把萊拉拿掉了 你原本的 你是說卡閘木你就拿掉了 還是 龍木 喔龍木 純龍木這樣 對對對 因為我覺得好像那個 法術有點少 人配的機會不多 就是 就像之前 星火木的時候 萊拉就是 也是那個啊 嗯 當作 一線希望嘛 不過星火木又比較不一樣 因為他的關鍵Key卡 都是 音配法術 因為我看 我一開始看到的版本 龍木是有放 萊拉加他的武器 嗯 武器就是 用三個法術 可以叫一隻烏龍 對不對 是 銅揮盒嗎 還是 就是 對啊 先把那個武器拔起來 喔 那武器拔起來 在 銅揮盒內 三個法術 對對對 然後後來發現 龍木的法術真的蠻少的 要做到 一次做到也蠻難的 喔 然後如果要硬做的話 就會這樣浪費法術 因為其實 牧師很多 那種 就如果你硬要做的話 就會用很多廢法術 比如說 環啊 之類的 就直接打出去 或者是 一費補五滴 這種 嗯 對對對 這個 如果你沒有配到萊拉的話 你的卡牌很容易就沒有了 然後只是為了叫一隻五五龍而已 所以我後來就覺得 龍木裡面放萊拉加那把武器 不太適用 OK 喔 這邊要直接 直接拔了嗎 欸 為什麼是 你可以直接先拔 這邊要爆牌就對了 哇 他還想 好多動物動物夥伴 有些東西想抽 欸 怎麼了 喔 沒有沒有我想說 呃最右邊那張二費是 打二 一張點二一張點一嘛 對 然後好像可以 就是可以把光輝元素 跟那個都解掉 喔喔 對我剛剛在算這個 嗯 結果他最後是蓋了一個報紙 嗯 這邊應該就變身沒有問題喔 嗯 因為他 他那個 有那張 肯實心智有點厲害 嗯 就 感覺現在牧師蠻穩的 在他的視角裡面 他有一張龍鎚 又有一張補血 嗯 他有一張補牌 真的 然後已經是那個 零費的那個機關牆 零費的機關牆 零費的機關牆 嗯 好那這邊 這邊應該 這邊應該 可能打個622嗎 622喔 想不到 可能先按個天 按天氣爆牌了是不是 所以要先打 沒有這這一定是甩牌啦 只是看要 要你看你要怎麼撲 你就先打6吧 然後 蓋個秘密 蓋兩張秘密都蓋了吧 先去養那個 五費的那個 對啊先把五分都養起來 然後應該要搶傷害了 嗯 對於獵人來講 這 這打到這邊其實已經蠻難的了 因為對手已經變身了 喔 結果是 欸 是零分裂 喔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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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關 被兩關 被兩關 如果他輸的話啦 不過看起來 看起來好像是 好像有點危險 喔 又有一個零費 嗯 就拿0啊 就拿0 那拿0原因也 不是什麼 就是為了打這兩滴 好 先試一下啊 是不是冰洞 試一下 回手 欸 欸 但是這樣子龍水就不能打了 哈哈哈哈 所以他剛剛抓了一下頭 欸 欸 是不是哪裡怪怪的 嗯 不過 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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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算一下傷害吧 對手有跟我擊殺了嗎 八 十二 十四 加 武器是 十八滴 他還有 十 二十八滴 你就說要雙擊殺才會死 然後他可以點掉一次 那這樣子 應該就 不可能死了 呃 十四 是 擊殺 十九 喔 除非有三擊殺 三擊殺 喔 因為有機會多拿到嘛 對 有機會 不過他有放這個蠟燭弓喔 我自己是沒有放 蠟燭弓好像都會放一張 我也是有放一張 你也有放一張 我看到 都是 沒放過是兩張的 兩張 對啊 就四把武器這樣 嗯 或 欸 對啊 好怪喔 但我看到很多都是放四張 我自己是沒有放蠟燭弓 就主要是天梯 看你覺得你會遇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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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到這邊 蠟燭弓 補一下法力曲線 呵呵呵 結束了嗎 應該是結束了吧 他打那麼快 再打 三個法術就可以了 三張牌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恭喜 那 我們恭喜 VOT 卡扎木贏了 零分裂 欸? 難道零分裂真的是零分? 沒有沒有 可是卡札木太強 卡札木太強 對對對 卡札木 沒有 卡 雖然說它是 卡札龍木嘛 那 有沒有什麼地方是 真的是因為龍的關係 改變了 沒有是不是 我想一下 我在想啊 好像沒有 欸 還是靠五八贏了 對啊 主要還是靠五八啦 對對對 就是像 呃 新的破木龍我們也沒看到嘛 對 對然後 它好像也沒有 它好像都是舊 欸 舊的龍而已嘛 對對對 我感覺關鍵是它 多拿一個龍 多拿一個龍水 哦 多拿一個龍水 對對對 嗯 因為我感覺零分裂已經是很順了 前面有二跟五了 然後又有先蓋一密 鋪一上 不過 不過牧師也是五八算 算有幾十啦 對也是 也是來了幾十 嗯 OK 那我們 敬禮廣告 等一下就 下一張比賽馬上回來 You signed up the best